第五百四十一章 瑞宣斋 四百五十万人民币 段老板 咱们不是说好的六十万一年 七年应该是四百二十万 这多出来的三十万是 赵寒暄拿过桌子上的一份合同 先是找到了金额那里 一看之下顿时愣住了 他不知道 这份合同上的数字 为什么比谈好的多出了三十万块钱 苏华说 无功不受禄 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赵寒暄这前段时日 刚刚因为想占便宜而栽了一个大跟头 此时颇有点惊弓之鸟的感觉了 老赵 你先把另外那份合同看一下 看完咱们再谈 庄瑞笑着摆了摆手 见到外甥女正好奇地打量着这家店 于是弯腰把嫩嫩给抱了起来 走到一张奇妖高的方桌面前 卖文房用具的店铺是一定要有书写台的 这是一个展示中国独有的传统文化的地方 很多来中国旅游的老外 往往就是因为看了这神奇的毛笔字 而出钱去购买宣纸 毛笔以及宴台的 树亚斋这里也不例外 摆放在店铺中间的桌子 就是给客人视笔所用的 奶奶 舅舅给你写笔毛笔字好不好 庄瑞铺开一张三尺剑方的宣纸 在笔架处挑了一只狼豪笔 拿在手里转动手腕 笔块了一下 感觉不错 庄瑞从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书法 当然 只是业余爱好 尚不得台面 后来 学习古安鉴定之后 反而对书法的揣摩理解更深了一些 他自问 虽然写得不是很好 但应该也不会走行 所以才敢在这众目睽睽之下献丑的 舅舅 你要写什么 小男男伸手去抓庄瑞的毛笔 庄瑞连忙把这小丫头交给了姐夫 大过年的 抹成了大花脸可是不好看 有人要现场做书 原本店里的客人们也都纷纷围了上来 这可是个观摩的好机会 只是他们哪里知道 庄瑞这是随性而发 压根就不是书法界的人 好 写得不错 在思考了一下之后 庄瑞辉豪写下了 新年纳于庆 佳节号长春这几个字 虽然在字体的分布疏密和圆润连接上稍有欠缺 但是五指其力 比例颇为雄厚 在外行人眼里 倒是感觉还不错 现场传来一阵赞叹之声 现丑 现丑 中瑞连连向四周拱手 他还是有字之之明的 这字要是放在行家眼里 那就是和刚刚学会写刚笔字的小学生差不多 处处破绽 只不过是大过年的写出来玩玩而已 庄老板 这对联有寓意啊 庄瑞从思考到写出来这些字 也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赵寒暄已经看完了那份合同 此时走过来凑了个紧 不过他说的是对联好 却是没说庄瑞写得好 听懂这话的人都纷纷善意的笑了起来 庄瑞所书写的 新年纳于庆 佳节昊长春 这幅对联的确是寓意很深 据宋史蜀士家上所在 当时的后蜀主孟成 曾令学士张迅 在桃木所制的木板上 写下这幅对联 这也是中国的第一幅春联 由于最初是写在桃木上的 所以直到宋代 春联仍成桃福 能逛文方四宝店铺的国人 大多都是喜爱书法的文化人 有些知道着典故的人 就给旁人讲解了一下 别看只是一幅简单的对联 能将其写出来 还是要有很深的国文功底的 中瑞的这番抛砖引玉 倒是让一些自我感觉不错的人 也纷纷要求写上几个字 过年本来就是图个热闹 谁也不会在乎一点笔墨 赵韩转找了个伙计 给众人安排了起来 赵老板 咱们借一步说话 可好 赵韩轩这外面的店铺 现在有二三十个人 加上有人要现场做书 又涌起进来一群围观的人 的确有些吵闹 不是瘫痪的地方 好 庄瑞点了点头 两人进入到里面的隔间 老赵 这合同也看了 感觉怎么样 钱不钱 过了今天 庄瑞就要忙起来了 也没空和老赵绕圈子 开门见山的问道 庄老板 这是我占了便宜啊 没说的 老赵我签了 而且这店交给我打理 您就放心吧 一准错不了 赵韩轩此时 面对庄瑞这个年轻人 心里不仅是佩服 更是对其有种仰视的感觉 因为要是换成了自己 虽不说落井下石 但是绝对不会给出 这样一份合同的 庄瑞的那份合同 多出来的三十万 里面已经注明了 是预先支付给老赵 十个月的工资 对于这个 赵韩轩倒是没有什么 感激庄瑞的想法 但是后面的一条条款 的确让赵韩轩动心了 对庄瑞的魄力 也是钦佩不已 庄瑞拿给老赵的 是两份合同 一份是书雅寨的转让合同 这个合同很简单 只不过是一些转让条款 但是在另外一份聘用合同里 却是有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庄瑞在这份合同 庄瑞在这份合同中有这样一条条款 就是当现在书雅寨内的货物销售盘点 清楚之后 新进的书房四宝的销售 赵韩轩占 毛利润总额的 百分之二十 这也就是说 庄瑞送了文房用具 两成以上的份子 给了赵韩轩 还不用他出一丁点的本钱 有些朋友可能感觉 这百分之二十不是很多 那就错了 上面所写的是毛利润 也就是销售总额 减去赌英成本后的利润 具体一点 就是只减去了货物的进价成本 这里面并不包括 像是水电 房租 拆旧算号 员工工资 等诸多开销 赵韩轩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 他心里明白 要是认真算下来 可能庄瑞最后在文房用具上 所赚的钱 还不如自己多的呢 老赵对书雅斋的经营状况 是最清楚的 那些存货 最多半年就能卖出去 这样的话 在半年之后 赵韩轩就等于是在经营 自己的生意了 并且还不需要承担 一丁点的风险 如果做得好的话 或许并不比以前所赚的少 赵韩轩也看出来了 庄瑞准备经营的重点 是古玩珠宝类的物件 不过他这店铺够大 分出那么一块来 并不会影响到文房用具的销售 庄瑞给出的条件 不怕赵韩轩不玩敏感 这才是他最为佩服庄瑞的地方 想要马儿跑 就先给马儿操 说老实话 在之前 赵韩轩心里 还是有些不满的 自己卖店而不卖身 庄瑞把两件事情扯在了一起 利用自己急于用钱的窘境 要把自己捆绑在这一年 老赵在给庄瑞打电话的时候 虽然嘴上是答应了 心里却并不是很舒服 但是看到合同以后 那点不满 早就烟消云散了 老赵 你也不用谢我 我对文房类物件的经营 一点都不了解 日后 即使你给我带出两徒弟 恐怕在生意上 还是会抓瞎的 你干这一行这么多年了 交给你来经营 大家都有钱赚 何乐而不为呢 庄瑞给出这份合同 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 才做出了这个决定 他脑子里 虽然有两个人选 来接老赵的班 不过仔细想了一下 那俩货 恐怕就是学个两年 也未必就见得能出师 到时候 在文房这一块 自己肯定做不下去的 而这家店铺的面积够大 庄瑞经营古玩玉石 只需要一小块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 他还是想把文房生意 继续做下去 这就需要老赵 在一年之后 继续在这里干了 庄瑞知道 自己以前做过老板的人 是很难再去给别人打工的 因为很多人从心理上 无法接受这种转变 他们宁愿 再从小生意做起 重头再来 也不愿意去听别人的吆喝 尤其是像赵老板这样的 本身就是文化圈子里的人 比较清高 对面子看得也很重 要是没有一个 能让对方满意的合同 那老赵肯定会在一年之后 离开这家店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 一年后 庄瑞也无法继续经营 文房内的生意了 所以 给出老赵这个条件 看似庄瑞挺吃亏的 其实 这是占了便宜 毕竟 他并不指望文房内生意赚大钱 能多一个利润增长点 也等于就是白减的了 老赵 我明儿个就要离开北京了 手续这些事情 就麻烦你去办理一下 另外找几个工人 把外面稍微改造一下 做一些玻璃展柜 要高档一些的 其他的事 就等我回来再说吧 庄瑞交代了老赵几句之后 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 连忙说道 对了 这店的名字要改一下 就改成瑞宣斋吧 庄瑞拿出纸笔 把这名字 写给赵寒暄看了一下 虽然庄瑞也想叫个荣宝斋啥的 但人家那都是百年老店了 商标注册过的 退而求其次 干脆在自己和秦宣斌的名字里 各取一个字 组合起来的店名 撒 明天初四 差不多就该上班了 我明儿个就去跑这些手续 赵寒暄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庄瑞给他开出的条件 已经是非常丰厚了 重新换个店名 这并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 见到赵寒暄在两份合同上 分别签字和盖了指纹之后 庄瑞开出一张450万的现金支票 给了他 从这一刻起 这家店铺 已经算是庄瑞的产业了 赵寒暄把店里所有货物的清单 也交给了庄瑞 他整理的十分详细 清单上不仅有进货的价格 还有零售的价格 包括几块价值不菲的古宴台 均是列得清清楚楚的 给人一目了然的感觉 庄瑞的老本行就是财物 看着这几张清单 对赵寒暄办事的能力和人品 也是比较满意的 当初赵寒暄说 他店里的货物价值一百万元左右 现在看到清单上所列的 总价是一百一十八万人民币 比他说的还要稍高一些 事情办完之后 庄瑞收起了属于自己的两份合同 正要出去的时候 被赵寒暄给拉住了 庄老板 您再安排个财务过来吧 财务 我自己就是做财务工作的呀 这个就不用了吧 庄瑞愣了一下 这屁大的一个小店 还需要请什么财务呀 自己一个人玩似的 就能把那点账给力顺了 庄老板 请个财务和出纳 还是很有必要的 像我以前 很多事情都不规范 到时候 别搞得账目不清 那样就不好了 以前是自己私人的店 钱款什么的 都是由赵寒暄一手掌握 开支什么的比较混乱 有什么开销 随手就拿店里的钱用了 赵寒暄 这是怕自己花店里的钱习惯了 别不小心 又把店里的钱 当成是自个儿的了 庄瑞一听 也是这么个俩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自己虽然用人不疑 但是有些事情 还是摆在明面上比较好 于是开口问道 老赵 这潘家园的治安怎么样 有没有小偷和抢劫的事情发生 老赵有些奇怪 这说着财务的事情 怎么扯到治安上去了 不过他还是回答道 韩家园现在 等于是北京宣扬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 治安很好 抢劫 那是绝对没有的事 不过小偷就难说了 有时候游客多了 也有丢钱包的情况 庄瑞摆了摆手 说道 我说的是店铺里面 有没有被盗和遭遇抢劫的现象 或者是在关门以后 被人敲门别锁的事情 没有 潘家园都是由保安和警察巡逻的 这样的事情还没听说过 赵寒暄摇了摇头 那这样吧 回头买个好一点的保险箱 放在二楼 我安排个出纳 每天来一次 把每天的营业额都放到保险箱里 如果需要支出的话 你打电话给财务 通知出纳来就可以了 庄瑞并不打算再去请财务人员了 他准备让秦瑞宁珠宝店里的财务和出纳 奸上这边的事情 反正两家店的活都不忙 让那出纳每天跑一趟就行了 如果有大额交易 再让出纳把钱存到银行里去 当然 做着两份工 那两人的工资待遇 也要适当的提高一些了 撒 这样最好 有时候 一些小额的开支 就不用跑银行那么麻烦了 赵寒暄点头赞成庄瑞的主意 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是有点担心不方便 但是 店里有个保险箱的话 对于一些小金额的支出问题 就可以解决了 原本店里是有一个保险柜的 里面放了几块古宴台 只是出事之后 赵寒暄把那保险箱给拉回家了 他是怕被债主给抢走 那连价都没法计算 四哥 你回头带我姐他们回家吧 我还有点事情要办 和赵寒暄走出隔间以后 庄瑞拉住了欧阳君 刚刚给赵寒暄说起店名的时候 庄瑞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自己的门面 似乎应该找人写个牌匾才是 庄瑞毅然出了书雅斋之后 挤到了人群里 他记得来时的路上 有家道乡村设在庙会里的店面 在今年的北京大年庙会里 集中了所有的百年老店的门面 为来自全世界的客人们 展现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小吃 道乡村最早叫做连家铺 自制各式的南味糕点肉食 既好看又好吃 不但花样翻新 而且重油重糖 存放数日不干 在气候干燥的北京很受欢迎 当年 道乡村生产的冬瓜饼 古苏椒盐饼 猪油加沙蒸蛋糕等 在京师市初次露面 让习惯吃北方大伯伯的京城人士 享受到了精致的正宗南方美食 这家南味杂食店 没多久就火了起来 大街小巷一传十 十传百 时刻络绎不绝 伤到名人百官 吓到拼头百姓 而如今的道乡村 已经发展成为年销售额 达到七亿元人民币的大企业了 庄瑞挤到道乡村的门面前 把杏仁苏 南腿饼 各买了四盒 拎在了手里 这东西出名了 还真是不便宜 八盒点心就花了好几百块钱 庄瑞拎着点心上了车后 就直奔金胖子家开去 不用打电话 庄瑞都知道 今儿个金胖子肯定是窝在家里的 因为今儿是大年初三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 大年初三 又被称为赤狗日 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 赤狗是飙怒之神 欲知则又凶事 所以 传统或者老一辈的北京人 在这一天 是绝对足不出户 窝在家中 以免遇上凶杀 这日子 本来也不是上门拜访的好时机 只是庄瑞厚田就要离开北京了 当下也顾不得那么多 将车使进金胖子所住的小区之后 才掏出电话拨打了过去 别看金胖子玩的是传统文化 这住的地方 一点都不传统 是北京一家颇居档次的小区 并且位置也不错 即使是现在2005年 每个三五百万的 也是买不下来的 果不其然 金胖子还真待在家里 庄瑞拎着点心就进了电梯 金老师 给您半年了 庄瑞一进屋 把点心放在门边上 就拱起了手 金胖子满脸笑意的说道 嘿嘿 老弟 到了家里 还那么客气干嘛 叫金胖子也行 叫老哥也成 别什么老师不老师的 吃狗日的老传统要讲 但是这上门拜访 这是不碍事的 金胖子也是活了的人 再说 他也知道不少庄瑞的背景 能亲自上门给自己拜年 恐怕自己还没这个面子 估计是有别的事情 燕子 来 把我的那套茶具端出来 有贵客来了 随着金胖子的喊声 里屋的房门被打开了 一个扎着马尾辫 穿着紧身毛衣的年轻女孩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女孩长得一张娃娃脸 倒是和金胖子那张圆脸 有几分想 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的样子 庄瑞还以为 是金胖子的女儿呢 还好 今儿个出来带了个珍珠吊坠 不然自己和金胖子 平胃论交 见了晚辈没礼物送 那可丢人了 庄瑞今天在出门的时候 想起那天孟丫头的事情 于是 从地下室拿了个珍珠吊坠 放在了口袋里 这珍珠吊坠 是用白银镶嵌起来的 力打圆润 制作工艺十分的精美 虽说没有黑珍珠之前 但是年代颇久 算得上是个古丸 也能值个一两万块钱 当下就想掏出来 送给这个叫燕子的女孩 燕子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庄瑞 咱们各伦各的 你喊声庄哥 老弟 这要是放在古时候 你可是要喊嫂子的 庄哥 您好 欢迎来家里做客 女孩很顺从的 招呼了庄瑞一声 金胖子和这燕子的话 让正往沙发上坐的庄瑞 脚一软 差点没摔了个跟头 这 这 幸亏金胖子 先把这话给说出来了 否则 等自己送礼物的时候 那乌龙可就要闹大了 还别说 这女孩挺养眼的 身材好不说 脸蛋圆乎乎的 也挺可爱的 只是庄瑞怎么看 怎么感觉这叫燕子的女孩 和金胖子像妇女 多过像情侣关系 呃 那啥 燕子 你装个劲来 也没带什么物件 这东西你拿着带吧 庄瑞的手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正是那个珍珠挂件 嘿 老弟 你可真是大手笔啊 出手就是有年头的玩意儿 得 燕子 谢谢你庄哥 这礼物可不清啊 这挂件的链子是老银做的 颜色和现在的白银 很容易区别开来 金胖子一眼就看了出来 拿在手里仔细看了一下 才把挂件掉到了燕子的手里 谢谢庄哥 燕子虽然不知道这玩意儿值多少钱 但是金胖子的职业 他是最清楚的 当下甜甜的对庄瑞笑了一下 看他庄瑞心里很是吃味儿 这金胖子 真他娘的是老牛肯嫩草啊 老弟 这个上门肯定是有事吧 有话直接说 我能做到的 一管给你办好 和庄瑞含喧了几句之后 金胖子开门见山的问道 他知道自个儿还没这个面子 让庄瑞上门半年的 庄瑞笑了笑 说道 金哥 这还真是有点事 前段时间 咱们谈起了潘家园的铺子 我给谈下来了 不过想换个名字 哦 我知道了 老弟 你是想求老师一副字吧 金胖子文言笑了起来 咱们谈起来